之前咱们说了伦敦口音和苏格兰口音 这次用语图我带你看看澳大利亚口音 咱们还是先来看个片段 不知道你听懂多少 如果你没怎么听懂请扣一 如果你大致听懂了请扣二 至于这位澳大利亚人兄 到底说了啥 用语图我会在视频末尾揭晓答案 咱们先来看看澳大利亚口音中 最显著的特征 在澳大利亚口音中 如果T之前和之后 包括下一个单词 有原因且在非中读音节 那么这样的T通常被读作所谓闪音 这点和美式英语很相似 比如 如果你还不熟悉闪音这个概念 请参见英语图闪音视频 现在请跟我一起读一下这句 澳大利亚人通常会把ing的标准读音 相当于把后鼻音读成前笔音 比如 澳大利亚口音中的原因后的 R是不用读出的 这一点和英式英语类似 比如 这个词中的原因就不用卷舌 也不用颤舌或弹舌 更多请见苏格兰口音视频 但是这个词中的原因 在标准音音中读作国际音标的 R 是个舌位靠后的原因 但在澳大利亚口音中 舌位则很前 国际音标写作这样 这也是澳大利亚口音的一个明显特征 请比较 音音 澳大利亚口音 请注意这里的音标不是英语音标 而是国际音标IPA R和R舌位不同 如果你对真正的国际音标不了解 请参见英语图正版国际音标视频 而如果你对舌位这个概念还不了解 请参见英语图免费音标课中 讲舌位的部分 请跟我一起读 传统标准音音中的 U 现在已向前推移 在澳大利亚口音中 原纯度更低 可以用国际音标的 U来表示 比如 Gos Kangaro Spawn Show 请跟我一起读 But Kangaro saw a ghost with a spoon and a new show 不过 也有澳大利亚人的这个音的原纯度并不低 和现代标准音音差不多 听上去像 O Gos Kangaro Spawn Show I 这个音在澳大利亚口音中很有意思 如果在标准音音里是中毒 I 那么就会变为舌位更高更前的 I 也就是Meat里的那个音 但更短促 比如 Heat Big Six Fish and Chips 但是 如果在标准音音里是非中毒 I 那就会变为中央原音 这个中央原音 是英语里最重要的音 没有之一 更多请参见英语图 中央原音视频 所以 以下几个词 在澳大利亚口音中读作 Political Basket Solid Vivid 那你可能要问 如果在澳大利亚口音中 Big 是 Big Vivid 是 Vivid 那还有没有 I 这个音 答案是 标准音音里的 Dress Bed Sed Head 里的原音 在澳大利亚口音中 通常是 Dress Bed Seed Heed 请跟我读 She said the dress on the bed was for the head of the table 标准音音里的长音 E 在澳大利亚口音中 通常读作 A 这一点和咱们之前 说到过的伦敦口音 Cognic Accent 是一样的 比如 May Please Believe Stave 和在伦敦口音中相似 标准音音的双元音 A 在澳大利亚口音中 基本就是 I 所以 澳大利亚人挂在嘴边的 这个词 听起来就像 音音的 Might 而音音的 Today 听起来像 The die 这也就是为什么 通常拿澳大利亚口音 开算 会说 It's a good die The die 请和我再读一遍 It's a good die The die It's a good die The die 而标准音音的 I 在澳大利亚口音中 通常会在 起始音上 加圆唇动作 听起来像是 Oi 或 Oi 比如 Price Nice Like Ois 这点和伦敦口音 相似 但圆唇稍弱 所以不要太夸张 与伦敦口音 相似的 还有这个词中的 原音 也读作 E 也可能是 L 比如 Mouth Round South Delt 标准音音里的 O 在澳大利亚口音中 通常读作 O 比如 Goat Home Joken Slow 除了 辅音 原音音素 澳大利亚口音 或者说 方语言 还有特别的词汇 比如 Andies 内裤 Might 朋友 可用于称呼任何人 无论性别 Bloke 男人 Sheila 女人 Breaky 早餐 Mossi 蚊子 Footie 澳式橄榄球 Fight Income 真的 确实 这样的词汇太多了 咱们只能 管中窥抱一下 最后 咱们看看 视频开头那位 澳大利亚人兄 到底说了啥 现在请跟英语图 一起练习下 慢速 And so I'd walked outside And I said What are you doing mate Like You can't be leaving the scene And he goes Don't be a hero mate 快速 And so I walked outside And I said What are you doing mate Like You can't be leaving the scene And he goes Don't be a hero mate 好 以上就是英语图 我带给你的 澳大利亚口音 极简教程 如果你还有其他 想了解的口音 请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以上对你有用 我是英语图 请关注我 学英语 比兔子跑得还快